货比佳佳 我是伟佳 现在是凌晨的12点多 我刚工作完回到家里面 然后想起要给你们录一个节目 最近我在b站上面留意到有一个活动 就是分享自己的家乡方言的 那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一名电台DJ 广东人我是 所以呢 我说着一口挺流利的广东话 但很少在你们面前表现出来 那么用这个机会呢 我想用广东话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平时我喜欢穿的一些球鞋 那不用担心一定会有字幕的下面 准备好了吗 For 比 佳 佳 我是 韦 佳 拿广东话来讲开场好像很奇怪 那为了响应回b站我们这个 讲本地讲自己家乡方言的活动呢 我今期呢会和大家做一期 广东话的球鞋介绍的 那就会介绍我平时穿得最多的几对球鞋 那当然啦如果你看到觉得好像很难听得明白 我不用怕 下面会有字幕的 会照顾到你的这个感受的 那大家看到呢 其实我平时买都几多球鞋 我平均一个月呢 起码都会买两到三对的球鞋 所以你看到我后面 这些全部是鞋来的 那其实我这一边呢 还有鞋柜的 都是鞋来的 那再到这一边呢 其实这些柜里面呢 全部都是鞋来的 那但是 那哪怕有这么多的鞋都好 我平时穿得最多的呢 都是那可能是五六对而已 那今天呢就会介绍这五六对 那怕我有这么多的鞋都好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穿的球鞋 给大家 那当然这些球鞋既好搭 又好穿 但是同时我觉得 这些鞋穿出来一点都不会失礼 那你可以根据我的推介呢 去上网看看 我根据入手的这个时间呢 来到进行排列呢 首先要介绍给大家呢 是这一对 来自Nike的大女布 当然啦 你知道这一对叫大女布 但是这个配色呢 是我好喜欢这个配色 因为它是C浪限定版 看到全黑色的这个后巾 皮质的啦 前面的Fry Nick面料 是用了一个非常之有质感的 深紫色 混黑色 所以整个感觉呢 很有刺客的感觉 你就这样看呢 其实好像隐者那样 再加上两边呢 有一个桃红色粉红色的大Swoosh 上面是用了熔岩岩章的这个设计 非常之正 而且这对我当时入手 我记得是 价钱上面是非常之好的 现在好像就都挺贵的 因为可能货量比较少了 鞋底很舒服 鞋面也很舒服 这一对鞋 就算夏天呢 我都会愿意搭配一对长襪来穿 会看到一只脚很收场 再跟着下来呢 应该是 这一对 入手的时间呢 是会相对较前一点的 在2017年 可能是7月份的时候 入手的这一对 穿了一年了 你看到呢 很够了 很多人都问 这个是什么鞋型呢 这个 其实这个呢 我在之前也有介绍过 是Nike的Air Max Flair 叫做 我是在上海的DOE买的 我当时买这鞋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它 觉得它很有李小龙的感觉 对不对 很有李小龙的感觉 因为我走过很多不同的路 因为它穿久了都不觉得累 所以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穿 搭配一对黑色的纹 亦都会显得整只脚很收场 之外呢 穿短褲很好看 再跟着要推介的就是 这一对 其实我自己买鞋买得多 都是Nike和Converse会多一些 而这么多对Converse当中 我穿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对 在上一年的时间 在广州的XH55 买的这一对Converse的One Star 很简单的配色 再加上它上面是用了镜皮 普通好像叫自皮 这个翻毛皮的材质 也是非常败搭的 夏天的时候配短褲 配长褲都非常之好 非常舒适的选择 如果你想找一对又简单又舒适的鞋 我觉得One Star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 然后要讲一下跑鞋 其实我除了在之前健身的时候 会穿Ultra Boost 其他时间我更加是会 会穿Flynyk的材质 譬如说这一对 Nike的Flynyk Razer 这一对是我第一对 买的Flynyk Razer 后面都买了一只全白 已经改成了是 这个Off-Ride的配色 那这一对呢 其实呢 我都看了多久时间才决定买的 因为它的配色呢 是B2配色 什么B2配色呢 就是Nike的一个 童子系列的配色 彩虹的 这个 童性暖的一个 象征颜色 但是呢 因为它真的太特别了 所以我决心一定要买 左边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彩虹的勾 右边也是彩虹的勾 去到中间的位置 内側呢 其实是两个图红色的勾 来的 那和呢 内側这里呢 变成了黑色的鞋面 当你配搭黑色的物的时候呢 会显得 这里成为了一体 是一种非常之奇妙的搭配 来的 所以大家 都可以尝试去找一下这一对 鞋底这里 都有一个粉红色 很漂亮的勾 那跟着要讲的呢 当然有这一对的粉 因为这一对其实我都 非常之喜欢 Luna Force One Econum 和Nike的合作联名款 在上一年的年尾的时候发的 最特别的当然就是 这条拉链 两边的拉链 和它的Luna底很软 很舒服 和它整体的皮质呢 是会比一般的 Air Force One 漂亮一点的 包括后跟这里 用了一个 裁皮 而内拢呢 也都很正 因为内拢它呢 其实全部都是皮的 对我所知 全部都是皮的 包括里面都是皮 内质 所有都是皮 鞋墊都是皮的 所以这一对鞋 陪我上过很多不同的舞台 也都去过很多地方 穿到现在其实有点够了 但是偶然我都会穿一穿的 而最近穿得最多的呢 应该就是 这一对 CDG Converse 这一对其实是1970S的款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又去对比过现在 新款 常清款的 这个鞋型的对比 其实我更加喜欢1970S的 因为更加收场一些 和它鞋底造舊 再加上这个抛光的处理 显得更加有质感 和我觉得这个简单的三分之二的深深 很低调 和在夏天穿呢 会显得很凉爽 很清凉 很容易搭配 所以这几对鞋呢 都是我平时最常着用 而且是非常推介给大家买 但是价钱上面也是很公道 穿鞋其实不一定要追求 说要多贵多贵的 你好像我后面有一些 其实我买过很多的 不同的 有贵有便宜的鞋 但是最终我选的 可能平时最多的 都是这六对而已 所以有些人会问我 喂 你这样是不是很大浪 今天的词语呢 就是说大浪 大浪是什么意思呢 大浪 浪字呢 其实在语义当中 就是浪费的意思 所以你要经常听到人说 浪费我时间 浪费我精力 不要浪费心机 又就是浪费的意思 那大浪呢 就形容一个人非常浪费 常常把钱花在无谓的地方 那我是不是把钱花在无谓的地方呢 我觉得又不是的 一种爱好 那有时候我会一天换 三对鞋 四对鞋 五对鞋 轮换着穿 都是一种乐趣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账号 还有记得要转发收藏 投币一条龙 下一期的节目呢 我要为大家DIY一对鞋 下一期的节目 记得关注我